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上一集就講了英國和新加坡那邊 現在都開始了放寬當地的防疫偵測 今集我們就來睇睇一些 都是和疫苗相關的資訊 就是BioTED對預防Delta病毒的效用下跌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? 我們現在睇睇新聞方面是怎樣說 以色列衛生部門就表示 輝瑞BioTED對預防感染Delta變種病毒和感染症狀效用下跌了 但仍然對預防住院和重症方面是非常之有效 衛生部門就在5月份公佈的數據顯示 BioTED對預防感染住院和重症的有效率去到95% 但自從6月初Delta變種病毒在當地流行開始 疫苗預防感染和出現症狀有效率就跌到64% 不過對預防住院和重症效用就維持93% 輝瑞藥廠那邊就不評論以色列的數據 但引用其他研究就說這個疫苗產生的抗體 是可以中和所有已經測試過的變種病毒 就包括Delta病毒 只不過就是效用降低 以色列就有超過六成的人 是已經打了至少一劑的疫苗 單日的確診數字都一度去到只有個位數 當局早前取消所有社交距離措施和戴口罩等等規定 但Delta病毒就在當地傳播 確診數字又反彈 禮拜日新增了343宗個案 重症患者由21個增加到35個 如果是照以色列現在的數據來看 可能遲下疫苗都真是要更新換代才可以 因為現在這個病毒如果它再進化多一次 我相信有效率和防重症率都是好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跌 現在有地方放鬆防疫政策 但同時又有地方收緊政策 這個情況會不會就好像疫情初期那樣 英國的打算給市民了一個群體免疫 但最後失敗了 現在打疫苗之後他們再行回放寬疫政策 到底有可不可以成功呢 這一個都真是要等他們過了暑假才知道 今集我們就來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就照舊在下面留言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